中国台湾网5月13日讯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12日在章话说 台当局过去几年在为台湾打基础 过程中虽吵 有灰尘 但接下来要开始盖房子 盖一栋又好看又实用的房子 要做得让台湾更好 让大家过更好的日子 拜托大家给它更多时间 蔡英文说 过去两 三年为台湾投资环境打基础 今年1到5月不少台商回台投资 加上彰化离岸风电是能源转型最大计划 外商投资近1万亿元新台币 可创造许多就业机会 蔡英文还表示 她做了很多事 全世界没人认为她是麻烦制造者 全世界都说她好 只有在野党骂她 蔡英文在南瑶宫时 彰化市长林世贤致辞还盛赞 蔡就像妈祖林沫阳 为了台湾承担所有困难 不过台湾网友对此并不买账 有网友表示 蔡英文根本没在盖房子 而是在拆房子 把台湾的经济基础都拆掉 也有网友批评 蔡盖违章建筑 施工偷工减料 给在掌工期也没用 打掉重盖才能一劳永逸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